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科索沃位于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上,巴尔干半岛历史上曾被多个外来势力征服过,所以一直以来都有着多民族杂局,多宗教信仰等情况。 而这些不同民族,不同宗教文明共存在一起,就容易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。 1999年爆发的科索沃之战,就是由科索沃内部民族矛盾引发的。 科索沃是原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。 虽为其自治省,但省内的主要组成人口却不是塞尔维亚人,而是占比高达90%的阿尔巴尼亚人。 当时在科阿尔巴尼亚人,以建立独立国家为目标发起了民族主义运动。 其主权国家塞尔维亚为了镇压,强制取消自治省的地位,使得民族间的矛盾日益尖锐。 最后在大国博弈的外部力量推动下,才最终爆发这场战争。 结果是塞尔维亚失败撤军,而科索沃地区受联合国安领会的托管,一直到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为止。 截至目前,科索沃地区已获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近半数国家及地区的承认。 所以进入实质性独立阶段,但还是有着一半的国家没有承认其独立地位。 所以从法律名义上看,科索沃领土主权依旧属于塞尔维亚。 究竟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两族之间,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渊源? 而科索沃又是如何摆脱塞尔维亚的统治,单方面宣布独立的? 在独立的过程中,大国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? 一、科索沃与塞尔两族的渊源 科索沃与塞尔两族之间的渊源,要追溯到罗马帝国统治时期。 当时生活在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很单一,都是阿尔巴尼亚人。 但罗马帝国分化成东西罗马之后,就有大量的异族人开始迁入巴尔干半岛,尤其是斯拉夫人的举足南迁,更是彻底改变了科索沃的民族格局。 斯拉夫人当中最主要的民族分支是塞尔维亚人,他们在抵达科索沃之后,将原住民逼赶到了巴尔干的西北部山区,并占有科索沃成为了当地的主体民族。 而后还逐渐扩充领土,建立起早期的塞尔维亚王朝。 所以对于现在的塞尔维亚人来说,科索沃地区其实是国家的发源地之一。 但他们的国王杜尚死后,塞尔维亚王朝就陷入了支离破碎的局面,因为新的继承人没有能力驾驭王朝,而贵族们也开始为了权力争夺领地。 王朝逐渐走向土崩瓦解的境地,种种内部混乱因素加在一起,给了打算进军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趁虚而入的机会。 1389年,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军队在科索沃平原发动了科索沃战役。 塞尔维亚率领的巴尔干联军因抵抗不住他们的攻击,失去了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大部分领土。 土耳其在拿下巴尔干地区之后,开始实施伊斯兰教封建军事化统治。 所以伊斯兰成为当地的正统性教。 而原先,信仰东正教的希腊、塞尔维亚等民族则变成了巴尔干半岛的异教徒。 为了加快伊斯兰教化的进程,奥斯曼图尔其不仅侵占东正教教堂,还向异教徒收取不平等的重税。 塞族人为了躲掉改宗税收的压榨,最终选择放弃科索沃,搬到了基督教占主要地位的匈牙利、克罗地亚等地。 而之前,那批被赶到西北部山区的原住民,在躲避战乱的过程当中,慢慢形成了现代的阿尔巴尼亚人。 原本,阿族也与塞族一样信仰东正教,但他们为了重回祖先之地, 不惜改信伊斯兰。 而土耳其为了加上阿尔巴尼亚民族,皈依伊斯兰,还将塞族的遗留资产全都分发给他们。 就是在奥斯曼的统治下,阿族又重新成为科索沃的主体民族。 只是,当奥斯曼帝国慢慢走向衰弱之后,阿族人的命运又开始发生了变化。 沙俄当时为了燃制巴尔干,趁着奥斯曼地方割据势力抬头,并逐渐走向分裂之际,以解放东正教为由,与之进行了多次额土战争。 奥斯曼土耳其在额土战争中节节败退,失去了大部分领土。 而巴尔干诸国则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纷纷走向独立,其中就包括塞尔维亚。 他在沙俄帮助下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,并且通过巴尔干战争将发源之地科索沃从阿族手中夺回。 2.塞尔矛盾加深,科索沃闹独立。 塞尔维亚获得完全独立地位后,重新建立了塞尔维亚王国,并且把同是南斯拉夫人的黑山王国吞并,形成了以塞尔维亚为主体的南斯拉夫王国。 土耳其战败后,阿尔巴尼亚民族为了不被瓜分,组成了普里兹伦同盟,企图将阿族地盘联合到一起实现自治, 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,所以当塞尔维亚夺走科索沃之后,他们因怨响被打破,产生了严重的反赛情绪。 而塞尔维亚重新掌握科索沃地区之后,把当年对奥斯曼的仇恨转嫁到了在科阿族人身上。 他们不仅剥夺阿族的公民权利,还将其驱赶到了土耳其,使原本就有反赛情绪的阿族更加仇视对方,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。 所以二战爆发后,阿族为实现自己当初的大阿尔巴尼亚愿想,选择加入德意志,与塞尔维亚进行争斗。 1941年4月,法西斯联盟入侵南斯拉夫,短短11天之内就占领完全境。 随后,南斯拉夫国土被瓜分,科索沃的大部分地区都并到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大阿尔巴尼亚当中。 后来,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开始奋起反抗,与德军进行了七次大规模战役,不仅将其打垮,还解放了大部分领土。 最后,在苏俄的帮助下,建立了新的政权,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, 后将国名更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。 南斯拉夫重建之后,南联邦中央为了阻止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,开始扶持科索沃地区的阿族,将其原塞尔维亚自治区的身份提升为自治省,等同于一个共和国的地位,不再受塞尔维亚管制。 南联邦的本意是为了调节两族矛盾,但事情的走向并没有按起预期的发展。 因为科索沃阿族寻求的是独立国家的地位,并不满足自治省的安排。 他们为了发泄反赛情绪,还将在科赛族人驱赶出境。 而塞尔维亚也不甘示弱,基于不满南联邦政策的情况下,强制取消了科索沃自治省的地位。 塞阿两族的民族矛盾正是在彼此的拉锯当中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 1991年联邦解体后,阿族成立科索沃共和国,并组建起武装组织,进行分裂活动。 最终爆发了科索沃之战。 三,美国主导战争,科索沃单方面独立。 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,主导了科索沃战争,但这种人道主义其实并不人道,因为他们对南联盟进行了整整78天的轰炸,而且他们介入这场战争的实质原因,一个是为了打垮南联盟,压制东欧的发展,在欧洲确立自己的地位。 而另外一个原因,仅仅只是为了练兵。 所以战争结束后,南联盟军队撤出了科索沃,北约成功挤走俄罗斯在东欧正式立足。 而科索沃地区虽然摆脱了塞尔维亚的统治,但并没有马上走向独立,而是进入了联合国托管时期。 这当中有稳定巴尔干局势的原因,也有顾忌塞俄反对的原因。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,虽然达到了打垮南联盟的目的,但出于东扩需求,以及加上阿尔巴尼亚的中美行为需要,选择支持科索沃独立。 而欧盟一直希望巴尔干成为自己的后院,好遏制俄罗斯的势力,压缩对方的生存空间,所以也是支持塞俄分裂,科索沃独立的。 只是2004年发生了件事,科索沃地区的穆斯林发起暴乱,大量焚烧塞族人,房屋以及东正教教堂,而塞族为了回击,也在伊斯兰的两个清真寺内纵火。 塞俄两族明显已经不能在科索沃和平共存了,巴尔干局势变得岌岌可危。 对欧盟来说,巴尔干地区的稳定以及欧洲安全是其不能忽视的因素,所以他们当时以维稳为重。 而且欧盟当中也存在着分歧意见。 部分成员国认为科索沃问题会引发多米诺效应,他们担心这股分裂势力会影响到自己的国家,所以不愿支持其独立。 至于俄罗斯,他与塞尔维亚都是斯拉夫人,而且巴尔干的地缘位置离俄罗斯很近,不管是出于同民族还是出于前置西方的目的,他都支持塞尔维亚立场,反对科索沃地区的独立。 科索沃地区想要实现独立其实并不容易,甚至可以说是举步维艰,因为他无法获得大国的一致同意,所以只能铤而走险,走上非法独立的道路。 其实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不只是内部民族矛盾的国,大国在这当中也发挥了催化作用,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,以及对战略上的考量进行相互博弈,最后才有了单方面独立这一结果。